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羅旺哲 馬上各位介紹這一家錄影節目來賓 第一位資深媒體人黃陽明 大家午安 立法委員葉元之 旺哲好 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毛嘉慶 旺哲好 大家午安 我們看到金華城案 是不是現在有重大的發展 因為涉及金華城壁案 現在李文中跟豬雅虎都羈押境界 凌晨上銬 這畫面也曝光了 現在要送往北所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在今天凌晨的時候 李文中跟豬雅虎 兩個人被檢警帶上囚車 送往台北看守所 完成羈押的程序 到底為什麼 這個理由到底是什麼 現在理由也跟著曝光 李文中他是否認收賄的 但豬雅虎是全都認了 台北地院的裁定理由說 李文中他否認收賄 但是設備性罪 豬雅虎他是認了收賄 但是與省慶金之間的 泛逸聯絡還是需要 釐清的情況 現在升壓了這兩個人之後 是不是金流的去向 有了新的發現 這是有數會之一的 他說這個十幾年 剛好是第一次的便當會 市長是交辦陳情案後 已經越來越近了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時間走給 拉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當時便當會是在 2020年的3月10號 但是這個四川媽爆料 威京集團多名的這些成員 在捐這些給民眾黨的金額 拿到210萬的時候 是在2020年的3月24號到26號之間 結果27號的時候 都發局就發函告知金華城說 奉交下 然後再說陳情案近期 將會勝都委會研議 所以現在民進黨的 台北市議員簡書培就說 疑似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現在看得出來 這個名單曝光之後 裡面包括到底誰捐了錢 給民眾黨 包括了前主播 佟中白捐了30萬元 再來陳俊元 法務經理也捐了30萬元 還有黃淑文 這個財務也捐了30萬元 洪秀鳳等人 他是金華租賃的負責人 也捐了10萬塊 再加10萬 再加10萬也是等於30萬 再來零零重的加錢 將近210萬 時間點就在2020年的3月24號 到26號之間 現在的檢警 在追金流的時候 現在就要查收賄的鐵證 這是最後一塊拼圖 因為隨著這個 癥結的腳步逼近 檢方必須查出 柯文哲的收賄鐵證 否則如果未來 只以土利罪來做起訴 對社會大眾 這非常難交代的事情 現在大家猜 柯文哲接下來 會不會要在看守所裡面 要度過他第一次的跨年 現在柯文哲的延壓機率很高 最晚恐到明年1月 才能離開看守所 所以言下之意 可能柯文哲就要在 看守所裡面來跨年 現在法界人士也分析 如果金流沒有查清楚 檢察官一定會延壓 那就怕把人放出去會串供 所以會再增加調查的難度 除了柯文哲之外 我們來看一下陳佩琦的部分 像陳佩琦到底在做什麼 他不是退休了嗎 他退休 有媒體採訪他說 那你退休之後要做什麼事 他說他現在有工作要忙 這個是友台的獨家 他致電給陳佩琦 想了解他退休生活的一些規劃 但陳佩琦借電電話說 不好意思 我現在手邊還有一些工作在忙 到底忙什麼 大家也不太清楚 現在據了解 檢調將在下週要再次約談 涉柯文哲弊案的大咖 這個大咖到底會是誰 陳佩琦是否會成為 接下來被約談的人 也引發外界討論 再來看到這些案子 對民進黨來說 會不會擔心會被反撲 尤其是賴清德 會不會擔心到被反撲 現在有律委說 賴清德有下令說 必談柯文哲 因為根據了解 賴清德曾經在中常會上 示意少講柯文哲 因為黨內認為 如果柯文哲只被辦圖例的話 民進黨就坐實了政治辦案 起訴書也會成為模板 所以一一檢視 綠雲執政的縣市 大家也會呈現個人人自為的情況 所以現在亮哥就有分析 亮哥怎麼分析 他說如果把柯文哲案 來對比鄭文燦案 恐怕會引發 後果就是引發反彈 因為鄭文燦的500萬是這麼清楚 可是柯文哲案卻找不到金流 那就會形成這種對比的感覺 有的民眾都覺得說 是不是欺人太甚 你又找不到金流 然後要定人家醉 就會有這種反彈的結果出來 那這樣的情況是不是 巧巧反映在賴清德的民調上面 因為根據美利島電子報的 最新的國政民調 9月的國政民調 賴清德的信任度 從8月的58.9下滑到52.5 那不信任度從30%上升到38% 這對賴清德來說 是不是一個警訊 那吳子佳他分析 他說柯文哲案 所衍生出來的司法邊境效應跟紅利 已經開始退燒 局勢開始對賴清德卜利 那現在北檢壓了柯文哲 將近一個月了 還找不到金流 郭正亮 亮哥他對比鄭文燦的社團 他說超市一定是比較好找 如果超市能夠查的話 一路上就追上去了 所以顯然一定比柯文哲的還要好找 好 話過來先請教一下楊明哥 楊明哥怎麼看 現在包括大帳房李文中 跟豬牙虎都積壓進見了 那現在是不是代表金流有了新的方向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檢調在辦金華城案 他們要把這個所謂的 民眾黨的政治獻金 併在一起去做對比 但是這個不是說 這個進度就說 會如同這個什麼爆炸性 馬上就可以把這個案子破案 就找到金流 還沒有 大家也不要急 為什麼 因為 其實即便是用政治獻金的模式 現在發現說有這個金華城的員工 在這個時間點捐了政治獻金 好 接下來檢方要證明的 如果我說這些 現在是檢方真的在辦案的方向的話 接下來檢方要證明 這些錢要回到柯文哲的身上 這個才叫有對價關係的 否則 捐給政黨合法的政治獻金 除非今天柯文哲說 你們都不用給我 你們去捐給民眾黨就好 除非你要明確掌握到柯文哲 要 要是柯文哲指示的 否則 基本上假設今天是李文忠 那是李文忠的問題 就是說這把火要燒到柯文哲 得要有相關具體的市政 或者如果假設 假設今天是 審計說他既然要請人家幫忙 我們去捐一點給人家政黨 假設今天是這樣的狀態 柯文哲在這個部分 還不一定能夠辦他所謂的收回 所以我說 捐政治獻金 人家會說你沒有幫人家 人家為什麼要捐給你政治獻金 但是我必須說 這個東西你要必須 在這個我們是觀感上 會覺得 對 他們這些人跟你素媚評審 幹嘛沒事捐30萬 30萬是個人捐給政黨的上限 為什麼他們這些人 要捐給你30萬 好 所以北檢 現在要抽絲撥檢或是檢連 他們要去抽絲撥檢的 就是在這一塊 到底有沒有對價 或者說他們的對話紀錄 或者說他們之間的會面 有沒有有一些蛛絲馬跡 如果李文中 比如說現在朱雅虎 對 我有去送錢 或者說我有去做一些 相關的事情 如果他認了 李文中不認 這個東西還是會卡在一個部分 所以這個案情我覺得 就靜觀其變 但現在看起來 如果這個案情不斷的 就是案情越來越複雜化 因為它已經不只是 單純的金華城案本身了 它連接到了所謂的政治獻金 來自於其他 台北市政府的其他案件的話 那就有可能 這個要辦的時間點可能就拉長 約談的人會更多 對 那有可能 確實有可能 這個柯文哲 這個兩個月所謂的 這個第一次的生涯期 到11月5號左右 那會不會繼續延壓 我認為確實是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所以接下來當然 檢調要怎麼樣再去佈現 比如說朱雅虎你看他 他之前約了好幾次 為什麼之前是請回 這一次是生涯 還獲准 還認了 還認了行賄 不管他有沒有認 因為這個是他們偵查內容 這個是說 在這個 積壓的理由裡面有提到說 他承認了申請書裡面的 部分的事實 所以我必須要講 這個積壓的過程裡面 為什麼前段他沒事 後段他會有事 是不是檢方抓到了 更新 更進一步的市政 這個就是接下來辦案的關鍵 我們就靜觀其變 反正最晚最晚 我看今年底明年初 這個案子起訴的機率 應該就差不多了 好 再來我們就比較有趣的是說 那到底為什麼民進黨 這個時間點會傳出說 要求必談科文哲 其實這個最早是誰講的 是我們的王世堅堅割 他在民進黨的中常會 是9月 我記得9月19號那個時候 他就請大家說 大家不要再去追打科文哲 可是當初罵最大的就是王世堅 王世堅是去消遣 什麼送雞鴨飯 什麼起訴蛋糕 但是他強調 也許他自己就發現說 我的這個聲望 突然在台北市長就掉下來了 所以他現在 趕快轉向 對 他請大家 其實確實現在所有的民調發現 最近這一個月就是9月份 所有民調都呈現 民眾黨的支持度 調的速度全部減緩 甚至在這個美麗島電子報 民眾黨的支持度 居然比上個月8月還高 有回升 對 居然就是說他穩住了 他穩住的 很多人都說應該會崩盤 結果沒有想到 收押了居然沒有崩 那就表示民眾黨 他們現在的策略是正確的 也就是說 他們用所謂的政治迫害 去營造這個整個案件 這個案件就會讓他的支持者 不會流失而去同仇抵抗 如果是政治迫害的話 要怪誰 當然是怪執政黨 所以現在執政黨變成一個 劍拔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我想賴清廣 他們看了這些數據 應該也就知道說 不要讓民進黨在這個案件裡面 扮演過多的角色 可能就是說回歸到司法去辦 風向不一樣 所以他們 因為他們擔心的是什麼 本來我希望的是 民眾黨的支持者 回流到過去傳統綠營的支持者裡面 這個叫他們講回頭草 可是現在看起來沒有 沒有這個效益 那就還是維持固定的 這個基本盤的話 對民進黨就不見得有利 好 請教原汁哥怎麼看 我第一個 我覺得 往事尖尖割 有點歸縮了好不好 必談科文哲 對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是他 他見戀心喜 跑去送什麼雞鴨飯 起酥蛋糕對不對 那時候大家來批評他 說你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全民進黨 只有他一個人在做這個動作而已 對啊 結果忽然間他一夕頓悟 就說大家不要對科文哲 落井下石 而且你知道他最近怎樣 他最近是要一直要把 打科的戰功推給國民黨 他說什麼科文哲是被國民黨出賣 人不是我台 不是我 跟我沒有關係 都是國民黨 國民黨什麼遊俗會 鍾小平 當然最近我們也常常被問這個問題 但我覺得我們立場就是這樣 雖然大家都是國民黨 可是每個人的立場角色不同 以鍾小平 以游俗會 他們是市議員 市議員去追他們認為 他們也是可能出現的弊案 這本來就是他們天職 就他們天職 同樣作為國民黨黨員的我 比如說我們是在立法院 我們跟民眾黨 我們都是在野黨 在野黨就是要合作監督執政黨 因為執政黨就只為護航預算 在野黨要為人民的荷包把關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民進黨他們一直在挑撥離間 就是說什麼國民黨你們不同調 什麼 所以你們兩手策略 兩手策略 怎麼被 柯文哲是被國民黨賣了 我覺得這個大家看得很清楚 這段時間到底是誰 在政治追殺柯文哲 應該要偵查不公開 一直偵查全公開 這個到底是誰 而且你們民進黨 把柯文哲罵成那個樣子 現在一副就是沒有 人都跟我無關 大家 你是想 台灣人的記憶都是 都只有7秒鐘 鯨魚記憶 所以我覺得去洗這個東西 沒有什麼用 我們也期待就是說 民進黨當然就司法用 偵查柯文哲這個案子的 這樣子一個決心去偵查超私 因為現在邏輯 現在檢調的邏輯 或者是大家邏輯是這樣 就是說柯文哲對金華誠很好 沒事就給了20%的容積獎勵 不可能沒事會對這麼好 一定是有所謂的金流 所以強力追她金流 我就問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農業部 為什麼沒事對超私這麼好 對不對 超私一個吳女士 她可以提早知道小道消息 然後一人分事多角 自己做日本的代理商 叫媽媽成立一個超私公司 然後在那個 什麼都還不明朗情況之下 可以先報官 然後可以先做生意 可以這樣子 為什麼農業部 對那個吳女士這麼好 我合理的邏輯懷疑 大家都會質疑 對 然後再來就是 現在說伴只辦到那個 一個農業蓄產會的專員 現在目前只辦到一個 蓄產會的專員 你相信嗎 你相信嗎 這個超私案在 我都笑出來你知道嗎 這個超私案在去年 被大家怎麼檢驗的 那個細節大家談得有多細 細到說一個續產會的專員 可以隻手遮天 陳吉仲他們都不知道 你相信嗎 到目前為止 都完全都沒有去查到陳吉仲 連林沖閒都沒查 所以如果要按照查 柯文哲的邏輯這樣去查的話 不就是應該同樣的標準嗎 另外容積獎勵 坦白說 我客觀來講 縣市首長本來就有一些 裁量空間 是可以給容積獎勵的 舉例來講 比如說新北市 侯友宜也有推獨更三件 他也有講說 比如說在捷運周邊 你蓋的房子 你的容積 你可以繳帶金的方式 多給你一些容積 這個縣市有這樣的採量權 有沒有不罰 大家全部攤開來看 對不對 就像毛哥那個 幾天前他不是也是質疑 那個台南市 他也是給容獎 有180到400 全部攤開來看 對不對 對 這樣子大家才會覺得 同樣的標準 是 好 請教毛哥 現在金流是不是有新的發現 你怎麼看 我覺得整個從 八月到現在都兩個月的時間 翻來覆去的在玩弄 這個政治跟司法還有輿論 在打壓政敵的這個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看得很 很清楚 心裡都有數 他們不現在 不這樣演 可能就沒戲唱 那就是說你一再的在 我們在看司法 就是說你要辦一個人 辦一個事情 你的證據到哪裡 你案子辦到哪裡 這個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也是應該要有的作為 但是就是說 你現在不是鞏固證據 而是在建立 甚至創造一個證據 也就是說你不斷的在擴大搜索 不斷的在傳人來問 上一次這個沒問到 這一次把他傳來擰毛巾這種方式 要擰到出責 危機 那你就說扣帽子也好 或是你想盡辦法 要找人當污點證人 然後今天搜壓一個人就說 他全任了 可是就不是 你的這個 積壓出來的 就不是說什麼全任或什麼 那為什麼都這樣 選擇性的 甚至創造性的 甚至這麼有創意性的 去放風聲 去帶風向 我覺得就是說 整個批鬥政敵的劇本 讓這些綠媒上面的這些 電視演員 就是可以繼續的自圓其說 演下去 可是你看得到就是說 不論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一開始的見列欣喜 或是認為說 這個把柯文哲辦了 這個小草的票 我們藍綠把它分掉了 種種的作為 到現在已經各自的陣營在 想辦法要收要轉 可是很多人是頭剔下去 他這個轉不過來 賴清德在中常會上面去講 剛才原資有提到就是說 我星期一的時候去 北檢去告發的那個案件 扎扎實實就是前台南市長 賴清德 跟前台南市的都發局長 現在是國土署的署長吳欣修 扎扎實實從180%的容積率 不是多20% 是多220% 那這樣就上去了 然後民進黨你就可以看到 賴清德在台南的嫡系立委 郭國文 林俊憲全部跳出來 台南市長 台南市要發新聞稿 然後講得不痛不癢 跟你 問你手怎麼樣 你說腳在痛 你就問他真正的問題 他不敢 他就給你亂扯 什麼難提的東西 他自己心虛扯出更多的案子 陸陸續續我們會跟大家講 不信的話 大家去看一下 賴清德在台南市長任內 連什麼屋頂蓋斜的 都可以拿超高容積獎勵率 屋頂斜的也不行 斜的屋頂就可以拿超高獎勵率 而且是要大面積開發獎勵 各位 你小面積可能是 我家小小一塊 我想要都更 大面積是誰有 只有財團有 只有這些大建商有 那他就只專門獎勵大面積 那這些事情他就不敢講 他跟你說什麼2014以後沒有 可是我們找出來的證據 2015 16一大堆 在他任內還是一大堆 所以說如果這個可以做成一個模板 包括我在台南 屏東 嘉義 連陳明文家裡頭要開殯葬 會館 奇怪 縣府都可以快速 而且全部都可以照案通過 而且那還是保留地 這怎麼解釋呢 民進黨要面對的是國人的檢視 而你的司法標準敢不敢辦民進黨 或是賴清德他手下的這一高官 全民都在看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繼續討論 長者是寶 需要陪伴與照顧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 長者是寶 寶 寶 寶